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居家暖男性 因为很多针织材质 然后还有衬衣 我觉得这都是让人看起来会比较干净大方的 我觉得男生私底下其实细节是最重要 重点其实不用太多 有一个重点就行了 音乐的流行趋势跟服装是差不多的 现在大家都流行混搭 然后做一些跨界的设计 会给大家一些新鲜的自己 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的 帽子戏法 其实如果你太在乎每一个小的细节 你都一定要赢 我觉得那个你会很累 而且你的方向感不会那么明确 就不但要赢 而且还要赢得漂亮 我觉得我的舞台上的感觉 或者大家眼中的感觉 跟我平时私底下 其实反差是巨大的 我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看很多的事情 就是可能比较专注 在舞台上的爆发力 是因为热爱这件事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拍毕业照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拍完毕业照挥手告别 其实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告别的不是同学 而是我的青春 LTV无时无刻不风格 Hello大家好 我是魏晨